來吧 多…謝謝餅哥 餅哥,我… 這次我…我想… 甚麼?包庇了嗎 現在嫌錢少了 不是,除了我… 我看家裡的雜貨都還精細 不想做 怎樣?不用買新款球鞋了嗎 你們的衣服鞋襪 手機每個月都要出新款 這樣嘛,那沒錢怎醉呢 再追女吧 不,餅哥,我… 我真的想不做 我每次帶貨,我心裡都怕得震 就算平時見到差勁,也腳軟 幫你爸爸還債哥 經常說謝謝 加你過橋,臭小子 對不起,橋哥 這麼大聲 究竟是否你爸爸教你這麼好義氣 聽,我知道他住在哪裡 不救… 兒子,你是疼你爸爸的 你應該讓他塌塌塌塌 不用做嘛 你又不是沒本事找不到 你大把世界的 富哥呢,他好看好你的 乖,剛才說的話,當我沒說過 總之我們叫你做甚麼,你去做甚麼 我沒說過,阿朱,你聽到嗎 沒事… 我回家… 喂… 張校銘,我是Mr Ho 你妨礙不妨礙你做事嗎 不妨礙,我…我放了工作 是這樣的 我有份照三個補習想介紹給你 以你的成績,應該可以應付你 那你不用在原理店做 時間又長又辛苦 你說好嗎 好,謝謝Mr Ho 你的聲音是這樣的,你沒事吧 我… 你是不是哭了 你現在在哪裡 我馬上過來找你 不要 張校銘,發生甚麼事 你是不是跟爸爸吵架 我很害怕我爸爸有事 你爸爸會有甚麼事 如果我不幫他們做事 他們會害我爸爸 誰是他們,做甚麼 你不用怕,跟Mr Ho說 Mr Ho來了一定會幫你的 Mr Ho,你真好 你這麼好,我還欺騙你 對不起 現在不是說這些 你別哭了 你告訴我究竟發生甚麼事 我才可以幫你的 不用怕,你說吧 那天我偷入學校 其實不是想偷測鹽卷 我只是想發落一下,拿一包貨 甚麼貨 K仔 K仔?你幫他們帶K仔? 我不想的 每天都為我媽爛賭 靜落不怪,一天走了 逼著我爸爸一個人揹起整條帳 要不是我爸爸 不用每天踩山份工了 為甚麼嘗試去家房 他沒有提過? 他不會說這些話的 那群大傢伙三天不埋兩天就上來追溯 又淋紅油,又說要放火 我爸爸每晚只睡那兩個小時 我不幫他,誰幫他 所以就算去便利店做兼職 你還是覺得不夠 你也知道那群是吸血鬼 我去兼職那群認識那群人 好,他們叫我帶貨,說可以找多點 誰知道第一次帶貨,就出事了 他們叫我早上回學的時候 做K仔交給一個在格樓學校讀的賊家 誰知道那天去到 寧願看到他被一個軍裝鬥 我不知道怎麼辦 最後決定先回學後 後來我把K仔放在學校的鑰匙 讓他們聯絡我,看看怎樣給他們 那天晚上我收到他們的電話 說急著要貨 要我那天晚上就要拿一包K仔給他們 病哥,你今晚要嗎? 但是我呢? 那…那就好了,知道了 所以那天晚上你偷進學校 就是要拿一包K仔 是,誰知道還沒拿 就被大叔發現了 到第一放學 我才有機會拿一包K仔給他們 他們說我聰明 還給我多點放課 所以我很快就賺夠錢 還清不債 還有錢剩 就可以買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知道我不對 對,之前五次班的那個莫扎記 因為索基差點在天袋掉下來 我會知道錯 我每次看到新聞 我因為索基差點連甚麼都沒有 我覺得我是那個兇手 我會不法惡我 我…很辛苦 不要這樣,沒事的了 以後不要再做就行了 你不會幫我 你會救我嗎? 我很害怕,Misho 你會幫我,我不想坐牢 他不斷叫著 Misho,Misho,你一定要幫我 我才發現原來我真的不懂怎麼幫他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點意見 其實你不是不知道怎麼做 你只是不想這麼快走到報警這一步 一報警的話,明仔一定會有事 是大件事 根據香港的法例 發問毒品刑事的罪行 但他只是想幫忙他的爸爸 他不懂才會走錯這一步 你這種說話 跟法官求求阿程也可能有用 難道報警才能幫到明仔嗎? 駱Sir,你一定有辦法,是不是? 你有其他辦法,是不是? 冷靜點… 冷靜點,連我們都亂了 就沒有人能幫到明仔 這樣吧,對於暫時不要報警 給大家想清楚一點時間 冷靜一下 我明天再找明仔聊一下 讓我多了解他的情況 再看看如何能幫到他,好嗎 讓我いただ日子 如何給他 還有三日子 那麼是üğeur,好嗎? … 我們要帶回警署檢查 不過等消息過,不要太妖養 我們才帶他走 麻煩,遲些有需要 可能要你再協助調查 到時聯絡你 麻煩李Sir,隨時配合 對了,羅Sir沒數 事未明朗化,別跟學生說那麼多 對了,我們要通知明仔的父親 據說警方已經通知了他父親 不過我會代表學校聯絡他 順道交代一聲 你這個眼神很明顯對我有誤會 那是誰報警 我也很想知道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小鈴鐺 subscribe 對,拜拜